Metaverse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一个虚拟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用户可以相互互动 创建内容并在模拟环境中体验生活 它通常被视为互联网的延伸 因此它通常具有许多我们在网络上已经习惯的相同特性和功能 Metaverse的核心是多个用户之间的共享空间 允许他们彼此互动,创建内容并实时探索虚拟世界 把它享受成一个虚拟现实的在线生态系统 使人们能够相互分享经验 在Metaverse中,用户控制他们的头像 这是一个数字身份,代表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角色 这允许他们在Metaverse中度过的时间表达自己 头像可以参加许多活动 例如与其他用户交谈,玩游戏,参加虚拟活动 探索数字世界等 Metaverse还允许用户创建内容并与世界共享 例如,用户可以创建自定义3D对象 如建筑物,景观设计,字符等 并实施向其他用户显示 这导致了虚拟现实视频游戏 社交网络,市场,音乐应用程序等的出现 随着开发人员继续为这个独特的平台添加新功能和功能 Metaverse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 未来,Metaverse将允许来自不同地方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虚拟世界中 为合作、商业、教育和娱乐提供独特的机会 Metaverse在企业和组织中越来越受欢迎 使他们能够为客户和员工创造引人注目的体验 企业正在使用Metaverse来主持会议 培训员工举办活动、展示产品和服务 甚至在虚拟空间中合作项目 对于希望创建令人惊叹的应用程序和体验的开发人员和企业家来说 Metaverse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 就像为网络和移动设备构建应用程序一样 Metaverse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个平台 以创建令人兴奋的互动内容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访问和享受这些内容 由于过去几年技术的显著进步 元宇宙成为可能 随着我们向未来前进 Metaverse希望继续发展壮大 随着技术的进步 Metaverse也将如此 为用户提供更身临其境和引人入胜的虚拟体验 元宇宙对虚拟现实 VR的未来有重大影响 随着Metaverse的兴起 人们现在可以为他们的VR体验 获得前所未有的质量 互动和沉浸感 这种革命性技术的潜在应用几乎是无限的 从娱乐和游戏到教育 专业和医疗用途 Metaverse最明显的含义之一 是能够创建无与伦比的新水平的沉浸式和互动内容 允许用户彼此实施交互 他们的环境为虚拟世界增添了全新的动态 这需要的体验不仅仅是简单的观看场景 它允许参与者真正成为环境本身的一部分 用户不是简单的查看3D渲染的景观 而是可以与其他头像对话 探索不同的环境并与对象交互 这种程度的现实互动与过去简单的2D VR体验相去甚远 Metaverse也有潜力扩大虚拟世界可能的范围和范围 开发人员现在可以利用Metaverse的力量来创建模拟生态系统 细节丰富的城市和广阔的景观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舒适的家中进入 这使得访问各种数字体验变得更加容易 因为用户不再需要担心硬件的技术默认 或其他VR系统带来的兼容性问题 此外 开发人员还可以利用Metaverse改进的图形和处理能力 为用户提供更可信 更引人入胜的体验 然而 Metaverse的含义超出了沉浸式内容 作为网络服务 用户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访问相同的内容 使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协作和互动 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教育的思考方式 因为学生可以探索和参与Metaverse中的课程 以及远程但实时的合作完成项目 同样 企业和组织可以利用Metaverse进行远程会议 让人们有机会参加银币里边界而无法访问的活动 最后 Metaverse对医疗用途的影响非常令人兴奋 为医生和治疗师治疗那些否则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提供了可能性 例如 VR 治疗可以使患有某些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 在身临其境的互动环境中进行治疗和纠正实践 同样 增强现实技术可用于帮助医疗专业人员从远处诊断 治疗和监测患者的健康和进展 总的来说 元宇宙对虚拟现实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由于其交互性 沉浸感和网络服务的结合 Metaverse将彻底改变我们体验 探索和与虚拟世界互动的方式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平台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和广泛 为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访问和互动水平